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谈谈印度 很多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非常不佳 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对印度的嘲讽 似乎印度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其实这种观点在今天这个时间也应该彻底的 就像20年前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当时美国人为中国很落后 所以说对中国放生惊奇 但是20年以后 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者 同样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应该警惕印度正在快速学习 这种学习的速度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 比方说今年印度的GDP 即将超过它的原型的宗族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 至此以后印度的经济要远远的把印度抛在后面 这个我觉得从某些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一个印度国家超过它原先的宗旨国 那么这一个事件 能发生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印度这几年 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缘性制造型 不管是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西方大国也好 对印度都是百分之后 所以说印度目前处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外部发展环境 有点类似于中国80年代中 所以说印度这几年的经济发展 速度是非常令人惊讶 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 可以感受到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所持的对印度的经济的一个预测 所以说印度假如说 今年也好明年也好 印度的GDP增长都非常高 都在六点七点之间 而中国也是一个高速增长 但是不管是今年也好明年也好 我们的GDP增长都低于印度 更别说德国啊法国啊印度 所以说从经济增长这个维度来看的话 印度假如说继续能保持这么高 所以经济增长速度的话 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出一评论 印度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达到一个实践 什么实践 有人预计啊就是说 在未来两十年之后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增长速度 是中国 第二点不是美国 是印度 第三点才是美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对印度的这一个 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趋势 一定要万分的精神 因为印度正在 恢复它的有力 印度九十年代进入一些 自由化的进入市场化 所以说印度目前的市场 是比较充满活力的 从我们看 印度的股票市场上 得到的数据 我觉得更能反应起 在2015年以前 中国的股市啊 表现远远比印度不是好 但是2015年 中国股市出了一个抛股以后 一直不满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股市 还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 一个牛皮市场 但是假如说 我们这个时候 反过来 对比到印度的话 你会感觉到 印度股市在2015年到现在 已经增长了 将近两倍 也就是说 印度股市的表现 是全球表现最优的 特别是今年 中国股市爆点 印度股市 门齿不动 它有手下垮 但是基本上 目前的价位 跟它历史高位置差不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就资本市场 对印度经济 做出了一个良好的预估 所以说 印度目前的经济状况 我觉得 我们不能仅仅看一些 网上传到 印度的一些媒体的照片 就简单的说 印度是一个 落后性国家 应该这么理解 印度是一个 快速发展的 一个发展期 假如说它能保持 目前的发展速度 继续发展的话 未来的经济的增长 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个应该 引起中国人警惕 因为中国也同样 走过这一条道路 从2000年到2020年 我们中国经济 就告诉发展 所以说 从这个判断来看的话 印度未来的经济的 一个发展方向也好 增长率也好 会成为全球经济 格局变化的一个 非常大的变量 我们今天开始就要高度做词 好 今天 印度片 第一片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